六甘町大友禮來有一間秋冬打鐵店 什麼都可以打 還可以開作法 團成第六代的打鐵老塞夫 李邦雄 搭著出很多用 又耐用的道具和農具 雖然現在生理到以前不斷 現在是堅持 用順秋冬打鐵的外套 可以說是六甘町的國保 打鐵店塞夫 當地替人家 尤其是桌子 當地替人家 動作很疼人 來賭啦 後來賭物 會賭物 你賭物有夠了 你又不來賭物 為了六甘 由去宮旁邊的老鐵店 由李邦雄一手創立 這間老店 把打作出 無罪有一鐵棋 在山上 店頭的那些東西都有打過 打太多的東西 有啦 海人的東西都有啦 那些東西 海湯的路 白粉丘的路 都有 粉丘 以前我們一家說粉丘 那些人都說蛤蟆 不一樣 你說話不一樣 傳統的打鐵技術已經很繁盡 打鐵師 立方向一心打鐵好工夫 很多人顧客 又是要來給他賣桌子 買他的桌子 蔡豆用起來比較好用啦 我都比他比較難的啦 所以我都會來他這台買的啦 三八大的打鐵店裡面 打碗 鐵頭 蔡豆 土甲也敗到一堆 要不買出去的龍骨 打鐵師 分別的情形 甚至跟當日公的聲音差不多 不過老細乎 現在已經打不上當 都自動滑落 我小拔的 趁抱鐵 搶鐵蝦 三個打 開啟啟啟啟啟啟啟 現在呢 現在脫爛 現在有一個哩子會打在那裡 早前就要兩三的才會 有在耕耳機 要兩三的 頭手會變得出來了 現在脫爛 跟少年不比例 但是立方向坚持不要退休 不管贪坐贪酒 跟打梯子动作时运动 每天都有老国家出门 省外电脱真重心 大中华新闻 林冠英六江 蔡宏保德